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WCS瓦倫西亞台港澳日挑戰賽 那麼現在呢要進行的是第二場比賽 那麼第二場比賽的組合其實大家非常熟悉的 兩個蟲王的對決 讓我們歡迎這兩位選手到台上來 首先呢先歡迎楊家鎮選手 那麼這邊呢讓我們歡迎雷皓晨選手 好的因為這兩位對戰已經非常非常多次了 然後剛剛在上台之前呢他們特地有先跟我講好 他們決定先讓我今天的賽前訪問他們有一個 他們決定要讓我先訪問的人是 你們兩個在後面幹嘛 你們為什麼在後面眉目傳情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我們還是要站近一點 你知道我們三個就是比較寬 好我們剛剛說好了賽前訪問 首先我要先訪問雷雷 請問雷雷你有什麼話想要跟家鎮說的嗎 那個老前輩你去了那麼多國家對不對 上一次瑞典也是你去 這次瓦蘭西亞讓我們這些後輩對不對 給我們一點機會好不好 好我們再看Sam怎麼回答 那個去西班牙是七月中嘛 然後瑞典是下個禮拜我要飛 然後我已經跟SASA約好了 我要住他家直接直接從瑞典飛西班牙 欸爸他們這樣已經約好了欸 不然我覺得你們這樣討論一下 要是今天如果不幸是雷雷出戰的話 那不然你借宿的地方讓給他好不好 我是蟲王 像 剩一力行 好沒有問題可是 你知道身體力行的蟲王 我們有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我們所認知的身體力行 是會真的打開電腦 然後實際上到星海上面去練習 跟運作 但是就我所知啊 就是我有一個叫做家鎮的朋友跟我說 台灣蟲王他最近練習的時候都是靠冥想 而且想得很認真 請問對此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你們這群煩人是不懂的 我睡覺的時候也在練習好不好 我在看歐美影集的時候我也在練習 就是用腦袋練習 這不是你們能接近的境界 你們做不到也不要學 你們都不懂 就看我精采的比賽內容吧 好的 面對這個精采的比賽內容 你覺得你有信心打敗他的冥想嗎 有 吧 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麼雙方都展現出了這麼強烈的意願 接下來我們就請兩位選手回到比賽的座位上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讓我們還給主播台 好的 歡迎收看WCS網紅西亞 台港上是挑戰賽 我今天主播阿吉 我今天是賽明輝 好 那剛剛有沒有看到兩位選手的訪談喔 其實讓我想到一個人 你知道之前有一個韓國很強的蟲族 對 叫做東拉姑 冥想 對 他就是靠冥想練習 沒錯 才會有當時那個實力 確實 對 所以他一直持續冥想下去 對 他現在好像退役了是不是 沒錯 他是退役了嗎 對 他退役了 然後剛剛其實 剛剛不是他們上台嗎 然後開始不是說 他們要站前一點點 我剛剛突然想到OW的一個詞 我剛剛講出來好像有點毒 可是我很想講 什麼詞 三坦陣 三坦陣是這樣 就是你要我看到 你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 好 那現在 現在比賽準備開始喔 那其實這位兩位選手 其實他們 在多次比賽裡面已經有交過手了 嗯 那根據目前 據我所知阿 他們的 在天地上的分數來說 REX是 超領先一點的 嗯 但其實我們有一直在說 就是其實像 Sam這位選手 因為他已經是國際級的選手了 他的抗壓性非常強的 對 而且Sam這次 理了一個很可愛的髮型 對 那 那整體的人 我是覺得啦 就是Sam本來 他比賽就是會比較強 對 所以我們真的很難去判別這個勝負 好 那今天第一場比賽開始的地圖 是奧德賽 在這個左上角 是我們的 台灣重亡REX 紅色的重組 好 在地圖的右下角 這是我們台灣重亡Sam 藍色的重組 其實前幾天我有跟Sam聊到 有關練習這件事情 對 我是聽他講啦 就是 他前陣子打的時候 最高的時候 他最高的時候其實是我自己看到 大概有六千九 呃不不五千九 五千九 五千九 我想說六千九是世界冠軍 五千九 但是後來練習有一段時間就是可能 沒那麼順 對 有往下掉 所以他就改用另外一種練習方式 冥想 對用冥想 確實 欸其實有時候真的 練太多 不一定會變強 確實 確實要練一下 想一下 好 那現在雙方呢 來這邊看一下雙方的開局 呃 這邊好像都是選擇裸霜 第一場先穩著來 喔 兩個都是裸霜 對 這邊可以看出 其實雙方是鏡像啦 只是這邊 Race稍微都晚一點點 應該說快一點點 好 那這邊雙方前期兩隻王蟲 來做一個交會喔 那 瑞斯也是 真的很想出 真的很想出 這次我問他 他說 就是這次如果假設啦 假設這一次沒有打進去 他要自費 他要自費去 去瓦蘭西亞或者是 或者是去韓國 去打線下賽 對 他其實有討論過說 他到底是要去打那種 歐美的賽事 還是去打GS喔 呃 我是直接跟他講 如果 如果是抱著以光光的態度的話 可以考慮去打韓國 可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想要贏 我覺得歐美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好打一點 如果說真的 以投資報酬率來說 去打歐美的比較有機會一點 對 韓國真的你可能連網卡賽 要殺出來都有點難 韓國他們光是網卡要水深火熱喔 對 但是Race的實力確實是有機會打 打出來的喔 對 沒錯 對 只是 畢竟那種網卡賽海選的 籤運蠻重要的 你如果今天那一組 什麼Innovation啊 對 馬路都在你們那一組 那你要出現 真的是有點難 那個要打毛 那真的有點難 你看到他們在你這一組 你就直接笑個笑說 走啊 逛街啊 對 所以說以 那個韓國決手的賽事 你每一次看到32強選手 都不太一樣 然後有一些你會覺得 為什麼他會進32強 對 有可能就是他在海選的時候 表現得特別好 不然就是潛運 我在跟他們聊天 他們就說就是 有一些澳洲的選手 那個選手我突然忘記了 然後他就有在小組賽大英 一個 滿頂尖的神組選手 然後他們的分數分差是 差大概三四百分 人類選手 有沒有 神打神內戰 神打神內戰 對 有一個神組的ID很難練啊 我屁屁屁了 那一個神組輸了 好像是在小組賽的時候輸了 這邊第一時間瑞斯先進來 看一下 對方的科技走向 那這邊 瑞斯這邊感覺上是比較主動一點 那 他毒爆蟲是在哪裡變啊 家裡還是他 還是在前線啊 沒有看到 在家裡 那這些狗就是去做偵查的 然後同學先放下這個蟑螂槽 好 現在從哪從正常來講的話 都會 早期會有一個狗毒爆的護衝 接下來就變成蟑螂的護衝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看雙方想要轉什麼東西 沒錯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稍微繞了一圈 發現對方還沒有生二本 然後看了一下對方的農民狀況 然後這邊一隻狗 一直持續想要轉這一顆毒爆 哇還真的被他轉到 哇 還行喔 快死之前還換到一顆毒爆 很賺 那這邊瑞斯剛剛找到一點空隙 開啟自己的三礦喔 那雙方目前三礦的時間點差不多 那這邊 SAN的蟑螂槽稍微晚放 那目前的經濟來說 Rex是稍微好一點點喔 郭兵你先試隻 喔 Rex這邊又出了12條口 Rex這個 王蟲補的有點多喔 對 這看起來像是要為了 等等的暴兵做準備 沒錯 先把人口控出來喔 那這邊 感覺上SAN要來做一波小的壓制喔 那這邊 已經沒有在補農了 現在刷一波狗 那這邊後面狗做一波 呃 月結 看有沒有換到一些毒爆蟲 這邊還可以阿 這邊大量蟑螂出來了 對的 這邊其實對於SAN來講 SAN好像還沒有發現 這邊Rex的意圖喔 因為Rex其實蟑螂做蠻多的 不過感覺上SAN好像是打一模一樣的打法 但是SAN是防守型 沒錯 那通常如果你打一樣的話 防守一定是有優勢的啦 這個毒爆蟲 相對來說還是有抓到一點東西喔 那這邊Rex 部隊已經慢慢的逼近SAN的三礦喔 那目前人口來到的差距喔 來到了15人口 這有點多喔 正面兵力以來講是58比40喔 這邊直接變毒爆 蟑螂直接從正面來做一波進攻 唉唷 先點到兩波毒爆 對 哇 蟑螂算比較少喔 好 這邊散開 喔 這個散的有水準 有水準 哇 這邊殘血的蟑螂往後變回結會蟲 然後正面的蟑螂持續往前做一個頂喔 哇 老實說SAN真的有點危險喔 對 這邊感覺上 哇 這個毒爆 老實講 我覺得這邊Rex這邊確實 操作非常有水準 直接往前做一波進攻 哇 SAN這邊還有蟑螂在側面做防守 這是什麼 剛剛怎麼上面還有三隻蟑螂啊 我覺得這應該打下來了 弓兵已經拉出來了 對 這個弓兵一拉出來 基本上是不死也中傷 剛剛 剛剛我不知道後面那個在 晃後面那三隻蟑螂是 哪都生出來 剛生出來還是卡 原本就在那邊 對對對 因為他如果是原本就在的話 那其實剛剛正面有機會走出的 對 好 現在我們打出 聚聚 我們恭喜Rex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今天Rex的狀態 我還是不要說好 我覺得有點害怕 對 因為以往 勇敢一點 以往那個定律 我真的是會害怕有一天真的被他打 你說不會啦 對 因為今天這個看起來 他的這個操作感覺上滿不錯的 對 其實Rex這個打法是要打那種人家生二本 對 對 對 像上次Winter有打一個打法是 生二本 然後提出一攻蟑螂 對 然後那種打法 遇到Rex這種打法也是超難熟 沒錯 他就是完全沒科技 然後早期把那個工兵補好 然後三框直接爆兵打一波 對 那剛剛其實我覺得San是有概率守住的 確實 因為其實他們的開局是類似的 那而且他去打的時候其實San已經在補蟑螂了 在爆蟑螂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剛剛那三隻蟑螂是 他是先做好的還是後來生出來 還有後面的那個毒爆交換的時候 San沒有換好 對 還有就是剛剛第一波交戰的時候 其實媽媽沒有第一時間做防守 對 因為其實我們去打的話 如果你中間有充裁 然後媽媽走過來一起 一起交戰 幫忙打的話 他還可以幫忙補血 那時候看到三框是兩隻後蟲走過來 對 他如果說一早就走過來幫忙防守 或許守住 沒錯 好那現在第一場比較開始的地圖是 深海椒岩 在地圖右下方 是台灣重王Rex 紅色的重組 在地圖的左上方 是我們台灣重王Sam 藍色的重組 好那目前來看一下喔 這邊雙方都是一個12D喔 提速12D 這個未必是打提速 你說有可能是毒爆 對有可能是直接毒爆一波 這種對局已經很少了 在WX看到 沒錯 對我 好 那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目前你要判斷對方12D事實上 就困難了啦 因為你基本上 你往從飄過去的時候 狗都已經出來了 一樣往中間飄 那這邊就看一下他們的 會不會都分歧啦 因為我是猜有可能都是速狗啦 但是也有可能是毒爆 那毒爆就變成說前面一開始 出去那兩隻狗 非常關鍵 因為他要找個移密的地方變毒爆 不要被發現 好兩邊都是生狗樹 那 瑞史這邊的氣是沒停的 我覺得瑞史要直接 下毒爆蟲草 有可能喔 確實他沒有停喔 他在等 等50氣喔 果然下毒爆蟲 哇這邊要打得非常兇喔 那我們就看 San這邊怎麼守 San這邊的話 喔他狗直接是往外走 那瑞史是把自己的狗藏起來 那等等狗應該是會 繞到那個San的附近變毒爆 然後搭配後面的提出狗 好 那這邊狗 這邊San稍微繞了一些狗往下走 但是這邊其實瑞史自己 往前做一個進攻喔 那這邊來說 毒爆蟲草快好了 毒爆也快好了 那這邊直接用媽媽來卡這個口 哇 這邊這個細節還不錯 兩隻狗配二隻媽媽 手這個口喔 不讓他上去 San大概知道 瑞史跟他是類似的開局 但是他並不知道他裡面到底是 有沒有毒爆喔 對對對 這沒有辦法偵察到 沒錯 這邊瑞史其實有做的細節喔 去側面繞一下喔 剛好有看到 剛好有看到 但是喔 這邊反應還是不錯的 這邊 瑞史的狗輸會快一點 不過正面已經有變毒爆蟲喔 這邊上來直接一波 爆一個 砰 全爆哇 哇 San這邊很多狗往那個瑞史家送 對 哇又死了一些 但這一顆毒爆就沒有那麼賺 那再來就是 這邊瑞史好像直接往回 做一個撤退囉 然後同時先San這邊 把自己的二礦點出來了 哇San這邊在補弓兵了 那 瑞史這邊則是變了一顆毒爆 應該是一顆在側面吧 San 對對對 我剛剛想說這個毒爆還沒進去 他應該是想要等自己的那個狗 接上去 然後再搭配這被毒爆一起打 對 但是因為這邊瑞史他有變了一些毒爆 也就是說他的正面 其實他的狗數量是不會比San還多的 沒錯 喔這邊其實說真的 San好像有感覺喔 他放了一根地刺球 我問了 那這邊開始瑞史把自己的部隊 全部往前做個壓制 狗不停的續喔 那這邊工兵已經停13隻 確定要來打一波 這邊San抓的機會從側面繞狗 哇 這邊繞的蠻精髓的 這一波打的時間差 呃 喔這邊是有兩隻後蟲堵好 哇這個工兵死得有點多喔 欸好像可以炸 唉唷這邊第一時間往後撤 欸還是爆掉了 喔還有三隻 這三隻狗夠致命了 對夠致命 確實喔 這邊已經確定要一波幫你打死了 好而這邊瑞史有做一個稍微的發呆 哇 這邊這邊San算是守得非常是漂亮 哇感覺San這邊守住喔 對在守住了在守住了 瑞史已經虧爆了 欸San這邊還有二礦 沒錯 三隻狗殺了所有的工兵 哇San這一個從側面繞狗 真是精髓阿 這個應該是非常難打 這個沒有任何工兵 這如果還輸了 我馬上去下面裸奔 好不好 這怎麼可能輸 你說San輸了 這裸奔 我說San不可能輸 這個San那麼穩 好不好 這邊San拿下來一分喔 我們恭喜San現在一比一板回一層 你是很喜歡裸奔 沒有沒有沒有 通常只有在這種絕對 我覺得一定贏的 我才會敢說這種話 因為你都是拿裸奔來講 我是覺得你心裡面可能是有點像的 不不不不不 是這種才會有一種震撼力 因為一般來講是沒有這個臉敢做這種事情 對 拿這種當打賭的理由的話 通常就是代表我有絕對的自信 我沒有說你敢不敢 我說你想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 好 那總而言之是 剛剛其實San那一波繞狗真的太關鍵了 對 因為他剛好打一個時間下就是 Race的狗剛好一出門 還沒到他家的時候 他從旁邊繞過去 對 然後那個毒報剛好 就差 其實還差蠻久的 然後他確實第一時間 擊球我到對方的媽媽 而且他有算那個時間 如果今天Race 他不是用生出來的兩條狗做毒報 而是在家裡就已經有兩個毒報在斜播 對 San剛剛上去的細節他是沒有分狗 他是直接全部衝上去的 對 是有可能直接把他炸 是有可能把那些狗化解掉 變成這場可能是San贖掉 沒錯 那這邊可以 知道就是San 因為San應該是偵察有做到啦 但是第一次有偵察到他的反應 然後直接做一個很完美的針對防守 那目前比出贊成EB評審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采的比賽表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先稍微有什麼去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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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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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